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刚刚说这句话的话 那我真的是想家人所想 那是不是代表马上就要投入到新的创作里面 很快就会有新作品见面了 其实新的创作的话 不管哪一方面 其实我已经创作了很久很久 然后上个月 比如说我没有复工 但是我也一直在创作很多东西 也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那这段时间呢 其实也在完成一些 可能大家后面可以看到一些成品的一些工作 但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虽然就是过程很艰辛 但我觉得结果会好 结果肯定好的啊 对不对 去年发歌的时候 五分钟就卖五十万张 下次发歌什么时候 下次发歌尽快吧 就是希望可以在一个掌控的时间里 尽快让大家听到吧 那今天 准备了很多 今天晚上是LOVO 乐窝和咱们一块的舞台吗 对对对 我其实也挺好奇一个事的 因为你每次舞台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心里整个的火都被点燃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还有机会见到舞台吗 哎呀能不能见到舞台 这个应该不是问我吧 应该是我希望就是可以提供很多 有这种舞台表演的一些机会 给现在的就是想要去通过舞台表现自己 或者展现自己的这些人 那你落到这我可不困了 所有今晚如果刚好有电视人看到的话 麻烦准备好的舞台 嘉伦是接受大家的邀请的好不好 谢谢嘉伦 好那其实今天是LOVO 乐窝家访作为年轻人 挚爱的家访品牌 我跟你说有多巧 我大概发了一下自己的购买记录 十年前我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面 我居然买过LOVO的 十年前 我读大学呢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十年前就注定 今天我可能要跟LOVO的代言人见面直播 有可能 我那天在那个网上看到了一个人 翻出来一条微博 其实你17年的时候 我们有在那个慈善宴上建公司 巴沙慈善宴 对不对 你是第一个男生主动帮我拿话筒 说别累着的男 是吧是吧 对 那再值得来一下 我这个那天是看到网上有人发出来 对那段截图 我肯定不在 我以为是现在 我以为是这两天 我肯定不在 怎么可能出来 你看 哦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17年的时候已经几年了 17年5年了 所以我们不然这样 嘉伦 掺网一下 未来我们也期待在更多 比如说公益慈善的场合 或者说很大的媒体的颁奖典礼上 再碰面的时候 就是老朋友了 咱们就一起game me file一下 好不好 现在先来一下 约定好了 家伦们 好 那其实在真的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睡不好这个事儿 状态就会特别雅健康 对对对 尤其嘉伦在剧组里面 他上次也说了 他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两天都没有眯过一个眼 所以说能睡的时候 得睡且睡 而且睡一定要睡得好 尤其现在到夏天了 夏天特别难睡 是 一热 要是开空调还容易着凉 你为了保证好状态拍戏 对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相信嘉伦也有他的苦恼 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名字叫做夏夜好梦装备 为今天逐梦的我们的家人当中的年轻人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小朋友 都一起来求到更好的睡眠 而且今天lobo特别有趣特别可爱 他说我们跟常理说赶快加工和赶工 有多少周边就做出来多少 虽然是限量的 尽可能让大家今天拍的时候拿到相对的周边 好不好 好 嘉伦话别多说了既然是床上用品咱坐吧来吧 坐下可以坐下聊了 哎呦 我觉得啊今天我跟人嘉伦坐一块我都影响这个美感了 因为他会 不会不会不会 你今天就是一朵鲜花然后带我们的鲜花丛中啊 不会不会不会 你今天穿这个粉色很好看的 也是就是 感谢同事们的努力 对对对 OK好那这样我来先问问嘉伦好了 第一个问题既然我刚说到衣服的颜色 你最喜欢的你觉得夏天是什么颜色 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蓝色 蓝色 蓝色然后蓝天白云 然后大海 可以下去洗海澡 对 游泳 聊到这的话我不由得又想到了教人这件事情啊 教人 对啊大家那么喜欢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 其实最近大家都一直期待说新剧到底什么时候播啊 这个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计划啊 呃我是觉得应该会尽快吧 呃不可能是一个不知道的一个期限 他只能说他在尽快的将要跟我们见面 当然他前期也会有很多工作要做嘛 嗯好的作品总值得大家再等一会儿 因为我们在很好的努力的专业的后制当中 嗯那问问嘉伦好了 你喜欢夏天还是冬天为啥呢 如果这两个必须选的话 我选我喜欢夏天 哦你选夏天 我受不了冷 嗯就是冬天的话 对我来说就是我比较头疼的就是 比如说你太冷的话 你你嘴也说不清楚 哦真的 然后你的行动没有那么自如 还容易受伤 嗯磕的时候冬天的这个危险的可能性比较高一些 容易可能是骨头受伤之类的 骨头脆之类的 对然后冬天可能穿的衣服比较多 嗯啊 反正就各方面就比较麻烦 嗯那夏天对我来说 可能是经过小时候这个训练的这个 嗯这个训练的底子吧 嗯我不是特别怕热 即便我现在很流汗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真的很热 我也不怕 嗯你落到这我都不困了 我看你打乒乓球那一出 我又要说了不好意思 我就会朋友 我当你的偶像面前说了你的名字了啊 我有一位朋友看你打乒乓球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天哪世界上打乒乓球最帅的男人 除了奥运冠军名以外 就是咱们家家伦了 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 对 谢谢感谢感谢 青岛打得很厉害 我的家乡是安山也打得挺厉害的 哦可以啊安山 对对对 好那到这的话 我觉得你喜欢夏天也没错 因为家人们是冬天嘛 你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你们在一起都有晴天 像阿姨啊 行行行行 太厉害了 没有好朋友在面的时候就是香料顺欢的 那今天的整场直播呢 分几个话题和环节 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主题环节 叫恰似固人归 恰似固人归 剧名就进来了啊 我想问一下 赵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用一个形容词来说一下好了 过去的一年里 我想现在是六月份 过去的一年就六月份 杀青 你这么执着和专业的 过去的一年里 我觉得就是还算 还算是在一个轨道里吧 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预期里 很有计划性 计划也实现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还是非常的开心吧 就是播的剧也得到了一些 大家的一些好的反馈 然后自己也参与了一些 自己想要参与的事情 然后身体也还算健康 一切都还算平安 挺好的 你啊 今天结束以后 我给你个建议成为朋友 你去考个主持人证 主持人 你可以的 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本来 主持人太累了 真的 我只能做到的就是 随着你们说 没事聊两句 但是主持人真的太累了 你要掌控整一个 整个大局 然后你要知道 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 可能方向出去一点 你还要想办法拉回来 而且时间的长短 你要掌控 贾伦你刚刚说的很在行 但是我必须说一下 也许其他时间有这些情况 但每次遇到你的时候 永远不会出边界的 真的 我建议你考个主持人证 下次自己也能直播的 行 我是尽力地去多学习 多考 但是做不做这个事 我们见面在意 因为刚刚你已经把我 下一个想问的问题 自己Q出来 就是身体还不错 我觉得就很好了 但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年初以史上线的作品 也不断 比如说像 《与君出相识》和 恰似《故人归号》 大家一致都有好评 我觉得其实嘉伦每次 应该特别欣慰的 就是自己努力地 创造了一个角色之后 被观众们奉为 是心中的一个经典了 对不对 其实经典都不用 只要大家觉得 还不错 愿意看 我就真的心满意足了 我不需要太多的 什么非常优秀的评价 我觉得大家就不失望 每次打开之后觉得 这些还不错 就OK了 但你永远都 你是青岛的 你永远就像青岛的 霸鱼饺子一样 看上去觉得朴实 又大方 是帅气 是好看的 水嫩的 但是吃上去之后 就会惊艳 所以嘉伦 谢谢 保持这种态度 我们就一定会 有特别多的惊喜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 来说一点有趣的故事 嘉伦这样 我们给两分钟时间 我给大家说说 关于我们品牌的branding 两分钟后 继续跟大家见面 好不好 行 那我去准备个东西 两分钟 最多给你两分钟 多一分都不行 好了 各位 嘉伦的位置坐上去 什么感觉 很温暖 他不愧是暖男 他坐过的位置 都比我那要暖得多 待会我看看他 坐我们的下凉背 会不会变暖 其实相对于床品 我们也更期待 嘉伦的回来了 欢迎嘉伦 你老快了 我的天 特别快 来坐下吧 刚刚我跟大家说了一着 就是这个花 我们这个小花花图案 的床上用品 我说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从晚上拥着花而睡 也觉得特别美 早上看着花醒来 觉得花团紧促 心情非常好 对 所以你身为男生而言的话 你要是送给家里人 比如送给妈妈之类的 送这个完全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但其实我是男生 我也用这个 你也用这个吗 为何吗 其实不是特别为何 因为我有很多款 这种各式各样的图案 碎花的 对 我有各种款 也有纯色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 然后我都会换着来 你都会换着来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 你落到这儿 我可就好奇了 大概你是多久换一次装饭品 半个月 我差不多十天半个月吧 就是我还很卡那个时间 就是你知道 这种强迫症吧 我懂 第十天 第十五天 真的很明白 是个提醒是吧 对 你如果就是到那天之后 你觉得不换 你总觉得 是不是有 你知道特别科学 你卡上了一个点 因为人身体的 脚质层的新陈代谢 是十四天 是吗 你十四天代谢一次 然后换一套新的 那太好了 对 就特别贴合嘛 幸亏我的做法是正确 你觉得特别贴 你就叫Mr.Ride 好不好 好 那其实 那我们的床品就叫 也 他的名字就叫做床上最对的产品 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其实床品呢 对于我们的睡眠特别重要 小花花四件套特别适合 都市家人 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 而且其实加伦给咱们的小花花四件套 拍摄过大片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当然我们就觉得是花样的男子 是吧 对 那种感觉特别好看 花样的男子 对 其实说到这儿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还有一个花花的东西送上来 是吗 来让你拿吧 加伦 特舒服吗 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对 各位 现在在花男子的手上 我们的花公子的手上 拿着的这个花色的珊瑚绒的毛铲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花花四件套 特别漂亮的周边 他 我问一下 是不是买这个床上用品 我们就限量送这个对吗 是的 是的 没错 KK说了 那我可就说了 买这个床上用品 就会送我们的珊瑚绒的这个毯子 好 其实加伦如果出去 限量限量 限量 加伦如果出去拍戏 要是在演员椅上 稍微比较凉的时候 扑他OK吗 我有毯子是随身带的 真的 对对对 有的时候就怕这个天气突然变凉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到 所以我都随时带着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大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 和加伦一样的人生 但是可以跟加伦盖着同款的 小花花的小孤容团子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对吧 盖着同款各位 赶紧努力好吗 伴随加伦每个辛苦日夜 开心美好的前程 谢谢加伦 这个小坦就别忘了 真好 谢谢 别忘了 别忘了 你正好 放人家伦身后 你正好说到这个别忘了 放人家伦身后 看 我跟你说 就这么可爱的孩子 我也是不多见 谢谢 谢谢 好 那加伦看着我给大家说说 我们今天非常诚意满满 直接拿上我们的KT版 我们的小花花的四件套 它规格有1米5 1米8和2米的可以选择 活动价是539起 单品券全部都是3.5 到手价只需要189起 特别划算 说句真实的 我们平时买一些不知道品牌 甚至不能保证它安全的单品的话 都不一定有这个划算 对对对 对不对 现在特别划算了 感觉下单购买 而且还送加伦同款的小 来小坦坦 来了来了 就是他就是他 对小坦坦在这儿啊 可不可以 我马上要带走的东西了 加伦太可爱了 反差萌啊 好 那换新的仪式就从一套新的产品开始了 我们接下来的时光也要和加伦一样 带来充实的美好 好 那落到这儿呢 我们就要来第二个环节了啊 开始之前我问加伦 你睡觉的情况好不好 每天几点睡 就是睡眠质量嘛 对对对 我几点睡都是随着这个通告走 比如说可能我知道未来可能要八点起床 有一天八点起我前面就不会睡得太晚 我怕猛的突然早起我身体会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我的时间是随着那个通告走的 那你睡眠质量好吗 质量我是反正我觉得啊 我倒头就睡 是因为太累了 你这睡眠质量跟你的剧的质量也好 就我一般就是看两眼手机放下来准备睡 就睡了 就是 我的天这层直是比小朋友都更好哄睡吧 闹钟不叫我我就不行 这辈子我要跟加伦首先学习的就是关于好好睡觉这件事情 是吧 对 那你平时要想好好睡觉的话 因为加伦也特别认可说 需要一套非常好的床上用品才能睡得好 那你会自己选择和买床上用品和被子吗 会啊一定会的 那你选的时候肯定也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比如第一个来讲好了 我觉得安全特别重要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安全 舒服 舒服 一定要舒服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太重太轻 或者它某一个点让你不舒服 我觉得影响睡眠质量 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颜值高 颜值还得高一点 颜值高 就是看着舒服 看着要开心啊 所以你交朋友的话 只要人好就行 但床上用品得好开一点 对就这些东西就是 我还是希望可以用到或看到的时候让他反馈给我一个开心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吧 我跟你讲你绝对是端水大师 真的是 是吧 因为我我经常在非常多的艺人朋友的那个微博下面看到你给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说的都是一句话 你永远都在说说有需要帮忙的之声啊 啊啊啊有需要帮忙的自己的狗头巡吧 我经常这样有需要帮忙的你就说 别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真的一个好的艺人就是nice对朋友 严格对单品啊 好那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设置了一档乐窝好梦实验室之 那些老一辈说好用 但是我们就get不到的好物 哎呦我天呐 这么有点长 哎呦好 也许没听清楚再来一遍啊 乐窝好梦实验室之那些老一辈说好用 但是我们就get不到的好物 这个标题有点长 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刚刚非常漂亮跟大家见过面的 我们的主播KK上场一起来介绍好不好 好好好 来家伦伦欢迎 我们要进入到学习的这个阶段了 是的 来家伦伦这边有请 OKOKOK 好来KK有请你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我们乐窝好梦实验室的助理KK 今天我来给大家就是展现一个实验 就是叫那些老一辈都说好 但是我们年轻人却不了解的好物之 桑残丝 我都脑下了 真的好长 真的好长 是的 就是我 比我脸还长 我今天呢就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让我们佳伦老师和我们的嘉念来感受一下 我们家就是lovo的这样一个桑残丝 好呀 那接下来欢迎你了 好的 来看一下 我这边是就是凉桓啊 凉桓这种 烧杯 对 这烧杯里面成的是一个八色消毒液 哦 对 虚实性的 对 然后这里 这一大块是我们就是lovo的一个 真选的一个桑残丝 哦 这一块 对 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纤维 哎 但肉眼看觉得很像哦 这普通纤维和残丝 在没讲之前我没有觉得这两个是两个 没没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同一款可能问题出在这个液体上 是的 液体是一样的吗 我们文化啊 啊 一样的 我证明一下 一样的 我给大家后台到的啊 对对对 误会了 误会了 最常见的纤维物 来我们先静置一会儿 好 我们先静置一会儿啊 好好好 然后 待会儿啊 对待会儿对 然后我们来看感受一下我们家这个lovo的一个桑残丝 给他给我们嘉念和嘉伦感受一下来看 来嘉伦拿拿看 我直接拿下来 哦 都扯不 是不是扯不完 扯不完呢 千丝万缕哎 对 这就是我们就是真选的一个桑残长丝 天啊 而且你摸下是不是很软 哎 所以就是你知道 非常舒服哎 像像陡云一样 是不是 你盖在身上的不是蚕丝而是一片让你可以好好入睡的云 是的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桑残丝就是又长又细腻又柔软 嘉伦摸上去什么感觉 好舒服 很舒服 就感觉真的就像那种魔性的音乐你知道吗 就放在手里之后就不想松开 真的 就中毒了感觉 所以唱片可以卖五十万张啊五分钟 哦 是的 这都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一个长蚕丝 好萌 蚕宝宝 对 今天嘉伦宝宝听了蚕宝宝的步行 给我们的蚕宝宝宝一起来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刚刚的这个 实验来看看我们这个烧杯 我们的蚕丝呢 没了 去哪了呀 蚕丝居然没了 在我手里是吧 不是 哈哈哈 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个纤维 对 纤维的这个还有哦 纤维的还有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家lowho家仿用的蚕丝啊 是我们的一个真蚕丝 嗯 只有就是百分之一百的蚕丝才会被完全溶解在我们的消毒液里 所以很多蚕丝背是可能有百分比 比如百分之七十蚕丝 对 它就不行 对 它一旦就是加达这种化迁进去 它是无法被这个八次消毒液完全溶解的 所以落到这儿 今天我们是不是得介绍一下lobo的蚕丝背 是的 而且要好好过大家睡得好过得好才是lobo的愿望 也是加伦的愿望 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这局太棒了 谢谢KK 哇 谢谢谢谢 谢谢 也谢谢你啊蚕丝背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简直了啊 你说了这么多句太棒了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哎 加伦的意思都明白了吧 他眼睛都直了盯着蚕丝背 太棒了 太棒了 明白了哈 明白了哈 来加伦坐吧 坐吧 这边了 加伦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你说我来这儿到底是 以后我们万一再碰面 你看什么觉得不错 你就说太棒了 我就懂了 是吗 好吧 好吧 那这样的话 嗯 我应该讲 哇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哇太棒了 太棒了 哎 这样你会很难哎 你们知道你喜欢的这个演员这么皮又这么可爱吗 哈哈 不难的 我跟你说 咱们最后看啊 好 好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粉丝想知道的环节了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加伦 加伦平天你平时你夏天热的时候有什么结束方式啊 解暑的方式的话 嗯 我可能就 是不是 喝喝冰镇的饮料 冷饮 解暑的话 要吹吹风扇 嗯 可能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吧 因为我不是特别怕热不是吗 对对对对 你是不怕热的性格 就是我现在你看我满头大汗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不舒服 嗯 因为这个比起冻的我不行了来说 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哦 哎呀 那盼染教人的时候真的是吃了点苦头啊 我觉得下水啊之类的 啊 那个那个下水确实比较难 那个下水当时是 你知道吗 下面那个水其实很深的 我是站在一个类似于一米一米台那样的高度的一个上面 然后拴着哑铃啊 我必须要沉下去 我沉不下去 拴着哑铃下去 然后当时导演说特别掉了一个什么 我不是特别懂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个摄像机啊 嗯 一个机器才能拍出高速从水里出来的那个感觉 嗯嗯 所以我在水下 因为我不会游泳啊 我对水 你不会 我还不会游泳 青岛小哥不会游泳 我可以 我可以一头扎下去 直接游到对面 不是特别远的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那个起来换气 啊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还挺难的 然后导演亲自说就是你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你出水那一刻你要睁着眼 全身不能闭眼 所以那个时候我把什么隐性眼镜什么全摘了 你知道吗 下面就是有那个哑铃 嗯 我拴着绳子拴在这个手上 然后就下去了 所有的全拴着 然后那个拍的那一刻我才起来的 起来的时候要保证睁眼 我说我不一定能做得到 因为我没有试过在水下睁眼 但你做到了 对 但是做到了 但是还挺开心的 真的 你这孩子也太让人心疼了吧 对 然后过后再拴着个哑在那翻来翻去 我都觉得已经不是事了 从里面转什么都不是事了 出的那一下 我觉得已经完成了大家想要的一个镜头 所以演完真的成交人了 是 哇刚刚这个信息可能是嘉伦之前没有透露过的 对我还没说过 因为我不是特别记得很多事情 因为好像就是事情太多 需要碰撞 对 就Q到那个点 我突然想起来 对当时还有这么一个事情 家人们 你们想知道的 我都帮你问出来更多了 好 那其实前段时间 我们的LoboLobo前段时间 发起了一个粉丝投票 就是粉丝们特别想知道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直播间集结了一些 然后要问一下嘉伦 居然其中有非常多的 你的已经工作的都市立人的家人们 他们问的问题 说你有什么快速入睡的密集吗 还是说天赋异禀 快速入睡啊 对我来说就是足够累 你就可以快速入睡 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可能从小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一直在训练 训练完了我到家真的很累 我巴不得马上就可以躺到床上 什么都不洗 但是每天必须洗个澡 洗个脸什么的 然后才能去睡 但我一倒下我就睡着了 真的啊 对 可能就是足够累吧 反正我只有这么一个心得 就是我有时候 可能我还会这样 就是白天 比如说这一天我没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消耗 不是特别累的时候 我要去跑步 比如说平时跑五公里 我今天要跑七公里八公里 我让自己多累一点 这样我晚上容易睡 就是我个人可能是这样 我跟你说任嘉伦 任先生 我必须非常严格地说 我有很多朋友 睡不着 不是 你这个是很自律的 自律版本就是刚刚嘉伦说的 他就是每天多冻一点 还有不自律版本 是我很多朋友说 哎呀我最近睡得不好 后来我就想说 我就多吃点东西吧 你睡之前 之前在吃一包薯片 血不够脑子了 我就困了就睡着了 别那样 谁说嘉伦 我觉得他刚说的这个特别对 我现在也知道 罗伯罗伯为什么找佳伦来合作了 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爱睡觉且睡得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特别爱睡觉 谢谢谢谢 天奏之和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下的就是 关于睡觉 尤其夏天睡不好的时候 因为体感不适 比如说很多人吹不了空调 筋骨不行 然后比较怕凉 但与此同时他又热地睡不着 我就是这种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背啊 和你皮肤接触的那个感觉 就特别的重要 对 好小伙子 对 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关于 能够达到刚刚佳伦说的效果的 就是Lovol 乐窝家网特别推出的一个 绵绵冰沙小凉被 绵绵冰沙小凉被 佳伦你做好准备啊 因为你不是怕凉吗 是吧 但是他还不会让你觉得凉得不舒服 来 三二一 摸摸他 哇 我不怕凉 我怕冻 你怕冻 凉没事 凉没事 我睡觉的时候是宁愿这个温度低一点 我希望他的温度可以帮助我低一点 降点温度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摸起来这个感觉是最舒服的那种 就是带有一丢丢那种很凉的温度那种感觉 还可以把背裹在身上 而且你知道吗 贾伦 你说你会吃点冷饮吗 它是一个对身体很好 同时可以盖在身上的绵绵冰 这个概念很不错吧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我跟大家说 它其实是你身体比较怕寒凉的人也是可以带的 因为它是一个黑科技 首先来说说看 它其实有你看海盐味的蓝 草莓味的粉 还有青棱味的绿 它用的是7A级的凉感面料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一个让你又舒服 同时还能够让你的体温和你的被窝里的温度凉凉的感觉 对 而且其实呢 它的凉感值是Qmax 0.34 是高于国家标准36%的 这么高 对 所以摸上起来特别凉啊 你用摸起来都盖在腿上和手上都觉得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是不是 太棒了 太棒了 你是感受一下 太棒了 你没盖得到啊 我特别认真地在讲 这样就说太棒了 可以吗 带走吧 带走吧 笑死了 这个可爱的小孩 来来来 我们拿这个啊 太棒了 而且包装特别有创意 它是什么包装 哇 这是一个冰箱 冰箱 对 这是个冰箱 这个给你省了 给你拿走 可以可以可以 说好了 给家伦拿走 还有这个冰箱 对 对冰箱也就得给它带走 好了没事 太可爱了 好 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呢 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就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最后一个了 这就最后一个了 不舍得是吗 没事那就 还没说过这个太棒了 没说太棒是吧 有的 我给你机会好吧 拉勾勾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 我们都知道 家伦其实一直工作都挺棒的 也没什么机会出去旅游 家伦是不是最近好久没旅游了 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旅游了 我上次旅游好像还是疫情前 那就19年前了 对对对 差不多19年吧 还记得去哪里吗 去了很多地方 什么澳大利亚 日本啊 新加坡啊 巴黎岛 泰国 有没有自己还蛮想去的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知道你有 你曾经在台湾里也说过 特别想把祖国的大好山走完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有没有国内你特别想去 还没去过的地方 现在 我想去的地方有很多 我之前还去那个什么极限挑战啊 当时我跟着极限挑战去了西藏啊 去了很多云南的那些地方 我就差新疆 还有好 比如说内蒙古吧 内蒙古其实我去了那个甘肃那边 然后我还去 对 我还希望去内蒙古大草原 蒙古包啊 比如说骑马啊 跳个蒙古舞 对啊 我还想去那边感受一下 然后新疆 因为之前看过好多 好多人在那边拍过戏 然后 羡慕坏了 太美了 那个景色真的太美了 我都 我都很惊讶 我说这是我们 祖国的什么地方 对 新疆 哇 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很多人都说 新疆的美景看比瑞士 但是在我们这里 新疆的美景比瑞士还要好看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我都惊叹 我说这是哪儿 我当然说这是哪儿 对 那是我们的新疆 对啊 那这边 这边了啊 噔噔噔噔 这个就是刚刚 这是他了 对 这个就是刚刚三张图里面 第二张的那个 很有楼兰色彩呀 很有南疆和喀什感觉的这个 那都有床吗 坐不坐呀 坐吧 坐下 可以 可以吧 哎 哇 这个被褥很舒服 我就想感受感受 哎 我为 哎 KK 这个里面的被褥 里面的是羽绒吧 是的 你好厉害 你也能感受到是羽绒 是是是 我们刚上来就感受到了 这个羽绒好像是那种 五星级酒店的羽绒 是的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 我们今天不给大家推荐这个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哎 但是算是很软啊 是是很舒服 很舒服 是的 那我们先看到的呢 这个就是喀什主题的床品 设计特别好 那个墙壁的这个小镇 小葡萄干 葡萄干 对对 葡萄干 你又饿了 你晚上吃饭没 一丢丢啊 一丢丢啊 好 我喝了杯美式 OK 好 然后你可以再 搭配咱们的logo 蜗牛也蛮好看的 对对对 所以非常有异域色彩 设计师呢 其实是把遍布 喀什古城里的 民族传统的图案和图腾 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 传品当中 生活有亿万种 不妨就在生活 那么一瞬间 逃离一刻 感受一下异域城市 你可以自己稍微 催坏一下自己 就是说 你可以听一下 比如我又再强调一遍 这个歌了 你们当然可能喜欢 三十二粒里的粒 三十二粒里面的粒 我喜欢的是如一了 你可以比如说 放着如一当BGM 然后你就躺上去说 我在楼兰记录了梦想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说 我在那个新疆醒来的感觉 自己给自己一个 心情放松的时刻 这个理念特别好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应该 你会这么像我一样 幼稚地催化自己吗 我刚刚就在想 后面的歌 会不会让大家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代替如一 或代替什么的感觉 我刚刚在想这个问题 那我问问你 加伦 你都捞到这儿了 我就问了 你现在开始收割之类的吗 留意了吗 都已经做完了 然后只是路和修吧 就是有些地方 还是想调一调啊 或者是 你哪还用修啊 你客气极了 作品的改一改 改一改词 改改编曲什么 那是整张的专辑 还是EP 还是迷你专辑 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吧 但是我觉得这次带来的惊喜 比之前多吧 家人们 给你们解渴指定是够的 我觉得够惊喜了 好 好多今天晚上 加伦临时告诉我们的问题 太棒了 你也很期待是吧 KK KK满脸笑容 可能又想听着新歌入睡了 幻想一下 加伦唱歌给我听 然后我睡过去了 好 那么久了呢 我们就是今天在那个 既然已经在 喀什 古城里面 这个床单上待着了 我们下场拍一个物料吧 拍张照片好不好 难得合照 你拿我 拿我相机了 来来来 就是这个事不好都不行 对 不好都不行 就是逼上喀什 对吧 来来来 拍张照 好 来 来 拍张照 3 2 1 3 喽 好了 好帅 各位这样 后期我把这图放出来 我把我头啊 那个给它稍微黑一下 我们自己PS一下 你们能力可以的 好吧 放上去 就等于四十五入 你们跟加伦一起在喀什合过影了 好吧 OK 好 那其实呢 特别棒的一件事 我们说到这的话 又说到咱们都是非常的爱我们国家 也相信我们国家生产的很多的不同的原材料 你比如说 这个棉摸上去 你感觉怎么样 哇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棉的软硬度非常影响 你想不想要躺上去 嗯 这个是刚刚我一摸 我就觉得 也就是在直播间啊 不是直播间 可能如果在我家 我就直接进去感受一下 哦真的啊 对对对 你要想进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主持一会儿 然后你进去躺会儿 刚刚那一瞬间觉得好像不能那么 不能那么随意啊 还是有点规格 对对对 还是要让大家看到 哎呀 KK你明白啥意思了吧 在这儿不能这么随意 还是要跟大家敬业一点 需要一套回家去好好躺一躺啊 对 话没说得那么明白 其实大家都懂啊 没事 嘉伦你画脚收到三分 其他七分我给你补 特别好 哎呦呦呦太棒了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这段给我单独截下来 嘉伦们 反复播放 at一下lovo的官方的官位好吧 然后这段拿出来 嘉伦有没有 之后嘉伦如果有收到的话 他就会默默的不说什么 如果没收到 他就发个 不是视角平台告诉大家 我没收到啊 哎呦 说好了这事啊 行行行 你不方便发 你告诉我 我来发 好吧 那见者有份吧 我只要个下凉倍也行啊 没问题 好谢谢不开玩笑了 好那刚刚其实这个 嘉伦说的特别棒 我们特别爱我们国家 产的很多的好东西 因为永远都不是说 外来的比较香 我们国家自己很多的 原材料和单品 都是顶尖的棒 比如这个棉 你刚说这么舒服 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棉吗 什么棉 它就是来自于 这个风景地区的 新疆棉 对了 给新疆棉掌声啊 对的 这个就是新疆棉 我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我棉 谢谢大家 而且你知道吗 你的就是粉丝和嘉伦没有多乖 他们跟我讲说 那个哥哥你不用管我们 我们会自己直接去下单的 因为嘉伦代言的东西 一定都很好 很乖 谢谢你们 谢谢 另外呢 那个KK把这个 既然递到我的手上了 那我就说 牵着嘉伦的名字 而且非常有海洋气息 嘉伦说他喜欢蓝色 还有象征的希望的这个黄色 在这个手上的透他带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要送给大家的限量的周边 有多少我还是不能跟大家说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去赶制 尽量希望大家都能拿得到 但它一定是限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拿 你平时会不会偶尔为了方便 就只背个透他带就可以了 我很少有背这种带子的时候 因为我出门一般 不会带太多东西 就手机 可能什么卡包 就完事了 我能明白了 我们出门呢 要把带子装满的 嘉伦出去 带着颜值跟脑子就够了 没有没有 我基本不出门主要是 那么宅的啊 我出去也没 不能出去啊 宅的原因是因为床上用品太舒服吗 也差不多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家里也很舒服 好的好的 谢谢嘉伦 出去的话也没什么 所以这个啊 我帮忙大家稍微背一下下 男生女生都可以背的 你看它的大小也是OK的 好看是吗 KK 好适合你 送给你吧 来 不 太棒了 太棒了 代表我们这 有嘉伦的吗 这个还 嘉伦 那我这不算跟你抢啊 不算 有个仪式感嘛 代言人送给我呀 好 来 嘉伦怎么要送我礼物 来 这个礼物送给你 谢谢嘉伦 喜欢吗 非常喜欢 因为有你喜欢的蓝色 还有我们喜欢的黄色 希望大家永远都有 沁蓝的心情 而且都有非常 金光璀璨的前途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嘉伦 来来来 为了代表是真直播啊 来 我请我同事帮我拿一下啊 来来来来来 真直播就是这样的 好 那其实呢 下单的宝宝们 也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 帆布袋数量有限啊 抢不到的宝宝们 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ow World Low World的会员 参与会员的互动游戏 也能赢得我们的周边的单品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希望 嘉伦呢 就是好好的今天带着一个 好心情走 那就是 今天现场 刚刚KK收到的每一件的单品 包括我们床上的 每一个床上的四件套 包括抱枕 包括周边 包括我们的夏良妹 和待会儿可能会给大家 介绍的良席之类的 全部都打包 给你带走 好不好 又有礼物 是 咱们那个说一下 我们就不提咱们的友牌了 但是上次是一车走 大家也挺开心 加伦也开心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今天 Lobo要响应一下 友好之邦 我们今天不光是一车 我们今天是全场 好 是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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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Lobo 全场送加伦 天哪 听着就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那接下来聊聊 关于端午的事 因为端午节刚刚过去 端午节 尤其这两天 我们都在江南地区 这儿的粽子 也都蛮出名的 所以加伦 你端午节 怎么过的今年 端午节就是工作 工作当中度过 对工作 然后吃了几口粽子 身边人 大家都一起吃的那个粽子 吃完就又去 又去工作 工作了 人家的关键词 工作工作工作 那粽子你是北方人吗 我大胆试想一下 甜的咸的 你是不是应该吃 如果甜的和咸的 必须要选 我吃甜的 吃甜的 吃甜的 但是你吃粽子 应该不多吧 因为它是快碳水 不是特别多 所以每次过端午 我顶多就是 吃最多就是半个吧 最多半个吧 真的啊 有的时候就是三口 然后意思意思 我知道了 你就每次 比如拿到粽子的时候 用刀切切开 只吃一半 另外一半 跟同事们分享一下 我们就切切切 大家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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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 大家现在肯定 一定很好奇的就是说 我们很羡慕 跟嘉伦分享 重则的同事们 OK好 那其实呢 我们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款端午的好物 介绍之前 我们请同事们 帮我们铺一下 我跟嘉伦来到 我们的沙发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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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的时候 你小时候会带五彩绳 和门上挂那个艾草吗 不会 小时候过端午训练 你天哪 对 我从小没有 那个过节的 那么一个仪式感吧 除非就是 学校和队里 同时放假 嘉伦我挺好奇 一件事 就是因为你的队友 跟你关系 特别好的朋友们 他们有很多人 在国际赛事 尤其你知道 去年刚刚拿到 好成绩的时候 拿到 那个奥运冠军的时候 对对对 你是不是都是 跟他一样的 予有容颜和高兴的感觉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每次 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就别提多紧张啊 别提多紧张 但是内心 总是有对他们的一份 就这个信任 我给你讲一个小话题 也许你不知道 就是我还采访过 曾经在节目里 跟你一起打乒乓球的 那位大冠军 是吗 对 采访他的时候 我问他最近有趣的事 是什么 刚好是可能 刚跟你录完节目 他说 我最近跟人家 一会儿打乒乓球 我差点输了 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 节目大家看到的呀 没有没有 他不可能输的 但是你别管 就是人家是情商高 还怎么样 但是的确 咱打得很专业耶 基本功都一直都在 是是是 但你说那次节目嘛 对对对 那次节目 我一直没高懂这个事情 我过后也跟他们在聊 就是当时那个节目 不是有一个 那个台子要降低吗 对的对的 降低啊 其实他们想要 制造一个效果 就是给对面的 国手们一点压力 压力和难度 但是我们试的时候 我真的一直在说 这个其实就是 在给我提高难度 哦真的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拍子 对我们来说都还好 就是我们在节目上 打着玩这还好 又不是纯比赛嘛 但是如果台子 他不平啊 他对我来说 很致命 你这边高对吗 对 你看比如说 我们有几个回合的时候 风速风向之类的 他几个回合 其实那几个回合 就是很轻松的几个回合 但是到了他那边 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他因为拍子什么 可能会受影响 我这边是球过来之后 他会两边乱弹啊 他不知道去哪一边啊 他有可能弹在 那个缝隙里啊 所以我就说 这是在考验我 并不是考验别人啊 这有可能比如说是咱们节目组 他们里面没有打乒乓球的专业的同事们 也有可能 对对对 对设计上 结果就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小误区 第一次试的时候 我就说 这是在考验我 他们说不是 我说不是吗 佳伦我有充分的理由 觉得你可能在凡尔赛 没有没有没有 给你创造了这种情况下 那你居然打得还那么好 那次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也是对方 就是 让了我 就是我听的都已经激动 澎湃了 现在一直在流汗 走我们凉快一会儿去 好可以了啊 我们回来了 来请坐吧 回来了 感受一下 哎呀 好凉爽啊 夏天的感觉 是 这款单品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品牌方 Lovo 乐窝 特别在端午节 加推的一款好物 我们已经看到铺好了啊 它这个好物 我跟你说 闻一下就 凉席啊 就完全是一种青草香 梨梨圆 圆相草 一躺一凉快 艾草藤席 现在是端午节嘛 我们端午节刚过 江南一带端午节流行 用艾草挂在门口去蚊虫 我们东北也是挂的啊 那这个艾草凉席 藤席呢 就非常的应景 简单又新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经 我包括刚刚我们的夏凉辈 包括很多人 像我原来学古典舞专业的小时候 筋骨 筋骨有点不太好 很怕凉 你可能打乒乓球的时候 我想应该也是的 会经常凉到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很怕凉席 或者是夏凉辈 它太过于凉 或者不健康的凉 这个跟夏凉辈完全不会 因为它其实是 天然植物纤维揉碎以后了 我接下来就想问问嘉伦 能不能给大家 大家分分未来 分享一下 未来半年的工作计划 未来半年 未来半年 一直在系上吗 现在六月份 未来半年 今年就是今天下半年 时间有点混了 下半年其实就是要 进组拍戏嘛 然后这个月也会进组拍戏 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 比如说配音啊 一些那个音乐方面 录歌啊 包括修一些部分的一些工作吧 然后也希望这些创作 费了我很多心思的一些工作 最后展现出来 能让大家喜欢吧 反正下半年应该还是就是 争取就是睡 睡多一点吧 争取多一点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 就尽力地去工作吧 怎么办呢 我一边希望你多睡一点 一边又希望 期待你的歌舞台 什么都有 是 这个 这个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要平衡的事情 就跟我们平时上班也一样 你如果想你的事业越来越好 你肯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后去努力工作 你才能换来一个更好的结果 其实我蛮好奇一件事情的 加伦 因为看了你特别多的 不同类型的演绎和角色 尤其我本人 包括很多就是观众们 大家的风评 或许他不是家人 他是觉得你很好的观众而已 他们都觉得 你有不同的造型 和不同的角色都很棒 像我本人特别喜欢你的短发 男朋友的造型 我是吗 太帅了 太帅了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剪短发 但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快来了 我跟你说 金口预言马上就来了 真的 马上就来了 未来半年应该不再会来 没关系 我们等你到2050年也行 50年 明年吧 对 50年你20岁的时候就可以演了 行 好 OK 加伦那我想问你 有没有截止到现在 一直非常想要演的角色类型 或者剧的类型 然后很期待的 以前都有嘛 我一直以来说 就是现在我已经不是那种 就是会让自己有一个 比如说我期待演这种类型的剧 然后我就会跟团队说 帮我留意一下这种类型的剧 我现在就是 比如说当下可能有什么选择 我就在当下选一个 我可能比较有想法 或者各方面比较适合的一个戏 然后我选了这个戏的同时 肯定是因为那个戏里包含着一些 或者有极个别的一些方面 是我想要展现的东西元素 当然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也有可能是我看到某场戏的一个回头的眼神 有可能上面写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走 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 回头看一眼 我说好 前两集有回头看一眼 我觉得我就OK了 我就顿时我找到了一个支点 我就说有了这个眼神之后 我前面很多事情都成立了 就是我可能会有很多一个点 然后促成了我可以去这边演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我现在并不会因为演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 而盲目地去可能选 我必须要演这个 必须要演那个 你真的特别随遇而安的性格 你是一直这样吗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 我在差不多20岁之前 我特别有计划性的 我计划了未来五年怎么怎么样 七年我要怎么怎么样 第十年的时候我要怎么怎么样 真的啊 对 现在我不是的 现在就是做好当下所做的事情 其他的就是随机应变 就是把自己尽量吧 尽量提高到一个程度 或者每天都进步一点点 然后做好当下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和工作 然后其他的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吧 因为现在确实变化特别快 然后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一个节奏吧 你知道吗 就包括上次才反合这一次 你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真诚两个字啊 是我真的很难见到 也非常珍惜的 所以我觉得嘉伦一定是 怎么讲呢 就是嘉伦想得开 好运自然来 所以一定会达到这个好的效果 谢谢 总之你的剧以后 我再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居然是坐在我对面的男生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 好 那我们这样吧 嘉伦给我们这些都市家人们一句鼓励的话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鼓励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身体 然后给自己一个充足一个好的一个睡眠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事事如意 平平安安 好棒啊 说事事如意的时候 也有几分长辈的感觉呢 事事如意啊 很踏实的那孩子 好 那非常感谢嘉伦的鼓励跟建议 我相信嘉伦陪伴我们 Lowow的一年时间里面呢 陪伴我们粉丝走过的日夜 未来我们也希望一起努力 家人们一起向上 追逐梦想不复前行 就像我看到有一个 家人的留言一样 我特别地感动 他说家念哥哥今天晚上 我没有什么想要转达的 我只想让嘉伦知道 他影响了一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让我们好好学习读书 我也因为嘉伦说过一句 希望我的粉丝朋友们加油 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我有好好努力 我的高考成绩很好 也是因为嘉伦的鼓励 听到很开心吧 真的很开心 就觉得很多努力没有白费 每一个日夜其实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演员的意义 带来的除了好作品以外 更有对于社会积极向上的影响 对 那最后我跟大家说 真不容易 我给你们争取到一个好福利 就是我们今天的ending 是ending在嘉伦送给大家一句 晚安语 所以嘉伦说这句话 大家可以事后把这个音频截出来 放到手机上 可以当成你们的哄睡雨 也可以当成你们的早上的铃声 好 嘉伦如果准备好了 就给大家说说晚安语好不好 晚安语啊 晚安语 留点余地好不好 我感觉你要说 没有没有没有 就正常说吧 好 家人们 希望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进入一个美的梦境里 晚安 哇 你们拨着我先睡咯 哎呦我真的不适合做这样的东西 这个晚安最后你简直把我都酥到了 哎呀嘉伦 我做这样的东西仍然需要强大的一个心理建设 内心支撑对不对 对对对对 没问题的 刚刚那一刻你就演了一个洪睡的你知道 洪睡的男生吧对不对 但是真的酥到我了 是吗 你们觉得这个晚安 哎呦我都说了出汗了 真的吗 我一直在流汗 因为怎么说呢 嘉伦很暖 所以靠近他我一直出了点汗 但是汗是幸福的汗 跟他当年打乒乓球露出的汗是一样的 好那今天呢 再跟大家说件事情 LOBO露窝特别棒的一点 他就像我们的嘉伦一样棒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前几天的直播里面 最后大家还看到了嘉伦的反场 跟大家say goodbye 所以今天开始之前 嘉伦和他团队的同事们特别棒 他们有一个提议是说 今天结束的时候 让嘉伦跟主持人一块跟大家说再见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结尾 那今天最后呢 我们就祝福大家天天开心 这里是LOBO露窝的直播间 他是任嘉伦 我是嘉涅 嘉涅 我们在这祝福所有的家人们 家妻如梦 日日好期 每天都得意须尽欢 一起说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待会儿还有直播哟 待会儿还有直播哟